老实点 别动动 来啊 爬起来 老实点 臭小子 老子绑了这么多人了 你是第一个敢咬我的 真有种啊 咬啊 咬啊 动啊 快动了 动了 再咬 咬啊 咬啊 小孩怎么不动了 不会被我们打死了吧 没死 晕过去 行了 省点力气 白主说让我们等电话死票 走吧 什么玩意儿 求你 别走 你能救我出去吗 只要你救我出去 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我和我妈妈都是被他们拐骗来的 我妈妈被他们害得生病了 我救了你 你能请医生回来治好他吗 没问题 我家就有医院 一定能治好你妈妈 这个是我亲手制作的画室标本 等我出去以后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喃儿 那边来消息了 让我们撕票 人呐 妹妹 快跑 你在那儿 小子给我站住 别跑 妹妹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多血 小崽子 不站住 小哥哥他们快追上来了 快走 我陪你一起走 不行 我妈妈还在山里 我不能一个人躺 我叫二鸭 一定要回来救我和妈妈 快走 不站住 不站住 想死不成 好 我都好都发不出声音了 小哥哥 一定要回来 放开 你放开 放开 你 二鸭 是我失言了 你现在在哪儿 乔总 二鸭小姐有消息了 但 傅顾会要您亲自过去 马上被辞了 乔总 当年傅顾会现在还绑架您 现在怎么会这么好心 告诉您二鸭小姐的消息 当年我刚逃出来 复学医病的趋势 如今只要一点签索 都不能放弃 虽然我把你当作亲生女儿养了这么多年 但是你妈妈的病 花了我太多的钱 只要你能爬上乔思辰的床 我答应 我答应 马上为你妈妈安排手术 妈妈 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 乔总 感谢乔总赏联我们赴你的约 坐 只要副总能帮我找到我想找的人 我可以放弃对副氏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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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总招什么急啊 来 先赶一杯 副总 这事要堵死我 不给面子 我今天可是带着诚意 找到了你想要找的人 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 你这怎么够呢 来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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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我怎么可能会只要你停止收购呢 新月 报答爸爸的时候到了 啊 这个是我亲手制作的画室标板 等我出去以后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小哥哥 你在哪 我已经允许身次进场 全副武装脚械投降 你出现在我 测试这人 对不起 我的情绪又犹豫 反反复复夹杂 不断手机 未知得不到你的回忆 你的距离 忽远忽近 模糊不进 不吞噬 让我和你之前的焦状 敏感欢喜 也在 富国辉这个老东西 为了设计我 他根本就没有二样的消息 说话 竟然还是个哑吧 富国辉还真是不要脸 连这种让女儿上传的 下三段招数都要使出来 我不用你负责 只求你放过富家 要我放过你们富家 可你们富家 又何作放过我 思辰你记住 你爸是因为富国辉才死 小董 小董 调问你与富家一线不合 现在去与富小姐私会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与富小姐认识多久了 你要有考虑结婚吗 记者都找来了 你可真厉害 不 不是我 一周后 我会与富星月举办婚宴 到时喊你大家前来贺旗 真的吗 既然你费尽心私逼我去你 那就别怪我婚姻太狠了 我要结婚了 对方是一个舍卸心疼的女孩 为什么恶毒的人 可以哭得这么好 善良的女孩 需要吃这么多人 你到底轮慢去哪里了 乔总 二亚小姐这么多年毫无音讯 她会不会 不可能 我答应过要救她 我不能失言 给我继续找 是 乔总 那边婚礼马上要开始了 傅国辉这个老东西 胆子倒是挺大 竟然真的敢向亲生女儿塞进来 告诉他们 婚礼取消 让他们把人直接给我送起来 是 傅小姐 傅小姐 我们少爷不会出席婚礼 你就自己一个人走完结婚流程吧 小哥哥 如果当初你信守洞爷来救我和妈妈 我的人生会不会幸福一点 这两个干爹的你绕不及 这是谁 什么指 不会说话吗 靳小姐 她好像真的不如说 竟然是个哑哑 听说就是女儿 给司宸下药爬上了她的床 让她不得已娶了你这个杀父仇人的女儿 什么杀父仇人的女儿 她比划什么玩意儿看不懂 长得倒是挺好的 你说 我 我要是把你的脸给划划了 司宸 会不会很开心 靳小姐 这让少爷看见了 不太好吧 司宸说了 她是被逼着去看的 怎么可不关心这个哑巴的死 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事 司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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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小姐进门了第一天 她就对干爹的遗诏不清 我想让她跪拜 她死活都不堪 瞧司宸 救救我 救救我 下药 找姬姐的时候 你胆子不是很大吗 怎么才刚进我乔家的门 就杀成这样了 这是杀人凶手 这是杀人凶手 快 快把她抓住 快 干吗 妈 你冷静一点 她在说什么 谁是杀人凶手 什么 傅国会把你塞进来的时候 他都没告诉你 他害死我爸 喂 傅国会 对 就是他 杀了他 我杀了 那我 我看看 我爸爸是好人 你们有什么证据 我如果手里有证据的话 你们一家 早就该进监狱了 妈 没事了 我带你回去休息 司宸 可是他对干爹不尽 你打算就这样放过他吗 既然你见了调家 就要遵守我调教的规矩 现在就得跪三天 你寻张 到底是谁 兄弟 在 睡觉 她都是大 vegetable的 不是 omie 脸 我们 冷静 s él 那 x są 不能忍心 妈 我们走 起来 小哥哥 还好有你陪着我 吊坠怎么不见了 难道是刚刚挣扎的时候吊了 不行 我给那个疯婆子当牛做法 废的就是有招一日可以嫁给司宸 凭什么让你一个结局行动 郭馨玉 你好大的胆子 全敢放火 清清 还愣着干什么 快救火了 如果是罚鬼三天 你竟然敢放火 是想让我乔家跟你同归于尽吗 孙小姐 你就算是再不满 也不能毁了干爹的遗诏 你这可是对仙人大不尽 来人 看看他是打这手放的火 把他给我剁下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你 难不成是火自己烧起来 给我按住他 叫司宸 去 等等 刚刚还有谁去个放火的地方 不行 不能让司宸查到我身上 司宸 我刚刚看见傅小姐 趴在桌子底下 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可能是不小心触碰到了香烛 自己却不知道 难道是刚才我找吊坠的时候 碰倒了香烛 看你这个表情 自己承认了 司宸 既然傅小姐已经承认了 咱们还是请家法 慎以承见吧 请家法 乔家的家法 可是用来对付家族的 家法之家 我就不信你一个哑巴还弄活 傅总不好了 乔家那边传来消息 乔家要对小姐动家法 小姐怕是扛不过去 小司宸这么狠 星烛才嫁过去第一天 他就想治他于死地啊 您看我们要不要过去救人 不用 你以为我把乔思辰的救命恩人 当做青生女儿养了这么些人 是为什么 属下不明白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了 乔思辰折磨星烛越狠 到时候知道真相 他就越痛苦 我们家族始终是市敌 他越痛苦 我就越痛快 慢着 我自己来 我问你 可曾后悔 比我下药比我娶你 为了救妈妈 我不后悔 不愧是复国会的女儿 果然够狠 没关系傅星烛 人是人就过去了 小时候那一个包废 下手比这个狠多了 这几本子算什么 妈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休息 找个医生 给他看看 我还没结婚 他还不能死 看来 这哑巴还死不了 难不成 他们失效失处赶进来了 不行 我确定不能做一代替 金小姐 少爷让我联系医生 他毁了干爹的一项 死有余辜 不过 你可以告诉傅小姐 让他去走廊的尽头 那个储药室里面找药材 自己去 可是 储药室是少爷 我叫你去就去 搞那么多废话 你可真是害散了我 小时候为了你差点没命 现在又差点为了被打死 夫人 医生可能来不了了 不过走廊尽头有个储药室 是 你可以自己取些来用 一轮 可 乔家居然收藏了这么多珍贵的珠药材 不知道有没有能治疗我嗓子的那味药 算了 就算这里有那个药 乔思辰也不会同意给我说 三七 弘雪化玉 就他吧 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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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处伙是有何? 不成功 我 不成功 不成功 傅兴悦 您还真有本事 短短一天 喬家两大机会 你就犯了个变 这干爹的遗诏 和司宸的楚遥事 一下都是喬家的重中之中 傅小姐 您这一下子 可将两样全毁了 我只是进去拿了一些药 这些不是我做的 傅小姐 我知道您受罚心怀怨恨 但是再怎么样 也不能拿这些药材撒气吧 我知道这些药材很珍贵 所以我绝对不会破坏它的 你又不懂医术 知道什么 还不是进来一动乱呢 我认识 我全都认识 除药室里面 收藏了所有的名贵药材 连医生都不敢说认权 这里的药材 傅小姐 您这说大话的本事 也不怕闪了舌头 我真的只是进来拿一些药材 她可以为我作证 你说话呀 我看见了 是夫人回的初药室 你还有什么话说 她说谎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你很熟悉药材吗 我想治好我的嗓子 所以自学了中药材 可惜找了好几人 怎么能找到我要的朋友 我在自学中药材 这个叫做番茄液 人吃了会肚子疼 等下我去拿给他们喝 我叫你跑你就跑 那就罚你将储藥室复原 一味药都不能少 复原储藥室 那我几个是能接到更多 好多以前接触不到的药材 少一味药 别怪我再对你用假发 思辰 好歹傅小姐也是乔夫人 这些粗活以前都是我干的 还是由我来负责的 小傅夫人 她也配吗 少夫人 你干什么 含挥发成分的药材 要避光储存 脱衣贵不合适 一个哑巴 还真当自己是专家了 看到她 我居然会多次想起药牙 这个女人 有哪一点能喝药牙比 算了 少夫人说不能放这儿 那去换个地方吧 那去换个地方吧 谢谢啊 傅嘉倩调加太多了 你的账还没还完 还不能死 为什么要伴我 少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是想诬陷我吗 傅小姐 我刚刚明明看到是你自己摔的 你为什么要随便冤枉别人 少爷 就算你再喜欢夫人 也不能任由她颠倒黑白 冤枉我们呀 谁说我喜欢她 你说她伴的你 证据呢 他们是一伙的 明明都看到了 却一起合起伙来欺负我 不是你跟我说的 凡事要讲证据 既然没有 就闭嘴 就算我们当着少爷的面欺负你又怎么样 她也不会帮你 你说你这个少夫人当着有什么意思 是啊 这傅嘉的少夫人 我们可只认这小姐一个 劝你还是早点滚蛋吧 就算是我们办的又怎么样 就算我们真杀了你 那也是替长家报仇 少爷还得感谢我们呢 少 少 少爷 他们说的没错 就算他们真的杀了你 我也当作替自己父亲报仇 生气了 别忘了 你是我杀不仇人的药 你不是说自学中药才很多年吗 治好的 这是刚刚救我说的伤 耳药 这是指血坏瘀的药 很有用的 那些年那几天那日夜都黄如昨天 我在想什么呢 二人家明明会说话 怎么会是非假发呢 你让我失眠 我一个人的失眠 我一个人的失眠 一个人的空间 我会分出别处的庸人 以后不会再有人针对你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先跟你父亲算补仗 剩下的 我们再慢慢算 一个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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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了 有的是时间互相折磨 不是吗 傅锡月 从未想过 你的丈夫竟是这样恶劣的人 难道这就是命吗 乖女儿 三天内 偷出乔家的投标书 你不是说 只要跟她结婚就可以了吗 只要你偷出标书 我立刻为你妈妈安排手术 利用我妈妈威胁我闪药 威胁我结婚 现在又要我去偷东西 我是答应过你 但是不包括这些违法的事情 刑月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自从把你从绑匪手里赎回来 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 你不会真的希望爸爸破产吧 我破产没关系 你妈妈的手术 可就没钱做了 最后死 最后死 昨晚听见你一直咳嗽 我专门为你配了一副药 你试试 很有效的 我专门 思辰 我今天在路上 遇到了傅星月和傅国辉 他们似乎 好像在聊什么偷标书 乔思辰 乔思辰 我只是加了一点安眠的草药 你好好睡一觉 等妈妈手术成功 你要怎么罚我多人 你说谎过几次都瞒不过我 你诚实了为何我会难过 你究竟拿走了什么 父亲月 你怎么这么丑 父亲月 我看你这个活够了 我是小乔你了 偷给傅国辉的吧 不行 妈妈还需要爸爸出钱做手术 不能供出他 死鸭子嘴 思辰 我看不对他少年手段 他是不会说 傅星月 只要你承认这文件 是傅国辉让你偷的 我就放给你 不然 他们可不像我 这一板子下去 足够让你皮开肉丁 就干了 傅星月 我给过你机会 既然你不识好歹 那就给我狠狠地打 傅星月 不然 签了他指正副国辉 我就放过你 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你们继续 盛开彩虎婆的叶牙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少爷 夫人太阴了 既然他这么维护傅国辉 那就负债女城 把他给我丢进警局 去 到底哪来的 刚刚 夫人山掉下来的 傅星月 她是二亚 她怎么会是二亚 这不是剧情局的路 这衣服 他们不是乔家的保镖 醒了呀 醒了好啊 哥可不喜欢剑丝啊 求求你们 放了我吧 他这比划的啥呀 老子看不懂 我是乔思成的夫人 你们是谁派来的 他给了你们多少钱 我可以可以双倍 乔思成的老婆 如果他问起 就是是乔总吩咐的 那如果唐思成和他对质怎么办 乔夫人不愿意去警局 不愈歹徒 被凌辱后 暴失荒野 人都死了 还拿什么对质 如果没有乔总的吩咐 你觉得我们感动 乔思成的老婆吗 乔思成 他就这么恨我 家伐送进去韩国后 还要这么无论我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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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 雅艾 一只餐 雅艾 最花洁 有没有的 乔思成 你要怎么法够多人 求你不要这么羞辱我 再走 显月 别怕 我带你回去 好 把这个我关起来 自己审 显月 我不知道你这是害的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伤害了 新月 新月 快点救护车 是 思辰 你已经守了一夜了 快回去休息一下吧 她怎么还没醒啊 按理来说 今天乔夫人应该是要醒了 现在怕是因为受精过度 潜意识地不愿意醒来 听说 傅新月小姐 被混混带去了巷子里 说不定 她已经被混混 你胡说什么 缺口找把收益书过来 是 缺人要为了那个贱人去学手语 思辰 你还记得 她是你杀不仇人的女人吗 医生 手药室里还有些特效药 你给我去看看 还有没有可以用的 想当思辰的救命恩人 哪有这么容易 这个 可是我找人专门停止的 思辰 你快看看 这个吊坠好像有些问题 这吊坠是假的 我给二二的画实标本 是十多年前我亲手做的 这个虽然仿得像 但我一眼看出来就是假的 这傅新月平时看起来容容若弱的 没想到她这么大的胆劲 居然敢用假的信用来骗你 吊坠是我和二二之间的秘密 她是怎么知道这个调准的 她不知道 但傅国辉肯定知道 毕竟当年的绑架案是她一手谋考的 说不定傅国辉 当年因为您逃跑了一气之下 就把二牙给卖了 人人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 先把女儿塞进来 窃取机密 失败之后 还可以冒出二二的身份 真是好算计 二牙小姐可真是可怜 她本来是乔家的救命恩人 没想到因为傅家 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受苦呢 她才给我管你地下室 不是 什么事抓到傅国辉 什么事放下 就算你是二牙又如何 谁也不能阻挡我 成为乔家的女主 你们 给我把她关进地下室 醒了 那就开始办证事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伤害了 你在找思辰 一个乔家的罪人 有什么资格找思辰 思辰这次呢 本来是要把傅国辉送给家 但是你迟迟不肯说时候 就只好让我好好来劝绝 你要是签了这职业这生 我就放你出去 那就没办法了 对了 咱们乔家之前是怎么对付那些 嘴硬的人的 我听那些保镖说 先是抽鞭子 再将人按入水中 直到窒息崩溃 再不行就上落亭 别针针落下去 再硬的嘴 也能撬开 你们这是愤法 怎么 以我作对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小哥哥 你在哪儿啊 小哥哥 你在哪儿啊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会不想死 金小姐 她好像不行了 怎么 想要签字 可是我现在 并不是亲自 你们两个 给我继续 思辰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本来是想劝劝傅小姐 可她一直迟迟不肯 共出副国会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使用这些手段的 不是的 我已经同意签字了 她要让我死 我就来看看 你们继续 看来 我这一步棋还真是走对 傅欣云 没有了二丫的事 我看 拿什么跟我斗 既然思辰 不心疼傅小姐 傅小姐好像 又不怎么怕这个水 那咱们 就换火吧 拿火来 来 傅欣云 其他事情我可以不计较 只要你承认是傅国会让你来的 我立马放你走 还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傅小姐 我看 你还是不要跟思辰作对了 你把这个 还是签了吧 傅小姐 你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落体 傅国会开死父亲 甚至还可能是卖了二丫的罪魁祸首 小思辰 你怎么还在这里联系他的女儿 思辰 住手 叫个医生 明天再试 我看还是今日事 今日必比较好 他好像断气了 只是昏死过去了而已 小题大做 要不要现在去联系医生 你说 如果不及时医治 这条腿 是不是会发炎 是啊 这一旦发炎 怕是要废了 废了好啊 这一个瘸子 怎么会有资格 做乔家的少奶奶呢 你 医生今天休息 明天再说吧 傅国会这种人渣 值得你如此维护吗 小哥哥 快来救我 小哥哥 你说什么 傅星月 傅星月 难道是我看错了 他真的是二丫 拿少夫人的吊坠 再坚定一遍 怎么这么烫 少已经退了 只是 乔夫人这腿 恐怕 我的腿 我的腿怎么了 是你 卢老大 是他打断了我的腿 是他 手机给他 他在你走后 打断了我的腿 傅小姐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一个连鲨鱼都害怕的人 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说我打断脸子腿 证据呢 这两个人当时在场 可以作证 你们看到了吗 少爷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昨天你走后 我们就和金小姐离开了 傅小姐 我承认 我没有为你及时起来一声 是我的不对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冤枉我吧 司辰 我就是不甘心 她是傅国辉的女儿 烧子的 回楚遥室 还企图偷投标文件 就算他缺了一条腿 那也是他自找的 司辰 你难道已经爱上他了吗 闭嘴 我看到他都觉得恶心 怎么可能会爱上他 你不过是缺了一条腿 又不是活不了了 你讲究什么 乔思辰 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 不过现在的我 对爸爸来说 应该也没有理由嫁给他 乔思辰 我们离婚吧 陆星月 你当我乔思辰是什么人 你想结婚就结婚 想离婚 马上就离吗 我知道是我有错在先 我也付出了代价 你们乔夫两家的事 我不想再缠合 陆星月 我劝你安分手几一天 再无理群道 我让你到一辈子的缺责 司辰 都这样了 你还不肯离婚 你还说你不爱他 司辰 既然他想离婚 那就放他走吧 万一他以后在乔家做出更不可原谅的措施 那就不太好了 那就再试试 我看他能不能活的走出去 封星月 我劝你赶紧离开乔家 这次是腿 下次可能就是手了 金威 为了一个男人 你还真是喝毒之气 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 但是我可以猜一猜 你想说的是 烧瓷台 回崇洋室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对吗 一切是我干的 那一天 你有证据 就算是你有证据 你觉得 司辰是会信你 还是会信我呢 我劝你赶紧想办法离开乔家 下一次 就是两条腿一起断 是你自己拿过来呢 还是要我来抢呢 傅星月 你还真是一只打不死的小枪 都这样了你还不安分 这可是你自找的 跟在司辰生命这么多年 这点紧决心 我还是 别用这么眼神看着 我在乔家生活了这么多 明面上 是乔家孝顺的干女 贴心的干女 实则 只不过是一个 免费的保姆 这不是你 罔护法律 肆意伤害别人的自由 贴心月 我一定会坐上 乔家绍夫人的位置 如果你再敢耍这些小动作 我一定让你少 腿一起断 动不动就断手断脚 你们还真是天早地生的一动 师兄 我刚刚发你的录音 可以再发一份给我吗 司宸 司宸 乔总 夫人的项链已经鉴定过了 的确是前不久伪造的佳品 我就说啊 那个女人怎么会是二爷啊 居然真有人不知天高地厚敢来冒充 另外 上次绑架夫人的人也已经招了 说是老夫人只是他们这么做的 但是老夫人精神状况不太好 没办法查证 还好我提醒你重复了一生 干妈 我辛辛苦苦伺候你这么多 替我贝克罗 不过风 司宸 咖啡得趁热喝 我先去照顾干妈喝药吧 你来干什么 师兄 师兄 怎么 是要我看你们怎么合谋盗取文件 还是看你跟他怎么出轨的 不是 是金威的录音 你不是要证据吗 你不是要证据吗 傅馨 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备份 这是你逼我 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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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突旋引导了 傅馨 跟我 还嫩 你 这画的场景 怎么看着这么眼柔 小哥哥 你快跑 你去走 难道 她 她 就是小哥哥 不 不可能 她怎么会是小哥哥呢 傅馨月 小思辰 这幅画 傅馨月 是不是你跟我妈下的毒 什么毒 你在说什么 你之前只是以为你跟我走近 我没想到 你真的敢对我妈上多手 我不知道 但真的不是我 你还有谁啊 傅小姐 你就算要报复 有什么事 你戳着我们来 干妈要害干妈 思辰 我刚刚问过佑人了 他们说 你经常鬼鬼祟祟 进出干妈熬药的厨房 而且 就在我给干妈熬药之后 还进去过 我只是想给自己熬药 是治疗我嗓子的药 我信你们可以拿药渣去检验 治嗓子啊 对啊 傅小姐精通草药 她连给自己治嗓子的药都能熬 给干妈的药里面加点东西 应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就算我要报复 也是报复你 不会对一个精神病人下手 如果你是知道了那两个混混 是干妈找的 混混究竟是谁找的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 知不知道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 你自己选择不信 不信 不信悦 当正我被你干动手打人 你 小哥哥不会不信我 他一定不是 你还记得吗 那道路上 最后一次送你回家 看清楚 现在这罚者 才是我打的 我没有想 说吧 这次要怎么罚 只希望你罚完之后 把离婚协议给你 下座事情我会尝清楚的 傅晴月 如果让我知道是你干的 你这辈子 都别想站起来 走 不过是一副场景相似的话而已 他一定不是 手机碎得太厉害了 没法修了 看个新的吧 爸爸 乔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我的乖女儿还真厉害啊 乔思辰 居然还把你留在乔家 要是我已经按你说的通了 我妈妈 晴月 爸爸是生意人 做事情 我只看重结果 现在乔家上上下下 都防备着我 就算我留在乔家 也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怎么会没有用呢 你不是让乔老夫人中毒了吗 不是我 这不重要 只要是你救了他 你就是乔家的救命恩人 怎么 你不愿意做乔思辰的救命恩人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救命恩人 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救我 是 幸运 师兄 幸运 对不起 刚刚来的路上 手机被拖了 如果你 也没有 被拖 秦威 一定是她 我早就说过了 乔家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星月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的 跟我走吧 师兄 妈妈还等着手术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乔家 目前还跟我们家合作的 我可以让我发出 师兄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我不能离开 我们的永远爱 星月 那个机会 根本就不想让你带回乔家 就算你回去了 你也不过 你也不过是 带着她生日子罢了 乔老夫人中毒了 我可以解释 只要我能救乔老夫人 我就能继续待在乔家 我希望你对我诚实 一直爱着你 浪漠自己的方式 都这么久了 我妈的检查结果呢 乔总 这里面药丑 多且杂 我实在玩不出来 这里面到底加了什么 如果不能确定老夫人 具体中的什么毒 实在难以对诊下药啊 乔总 今天早上 到过厨房的人都在这里 是谁毒了老夫人的药 只要他自己说出来 我可以考虑装心处理 少爷 真的不是我们啊 借我们一百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毒害老夫人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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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辰 要不 我再去求一求傅小姐好了 只要他可以说出是什么毒 哪怕让我一命换一命 我也愿意啊 金小姐确定 愿意一命换一命吗 傅小姐 难道你承认 是你给干妈笑的样子啊 我只是说 我能治好老夫人 你说能治就能治 谁知道 你是不是想借此机会 再次给干妈下毒 当我等越久 毒素越深 金小姐百般做麻获 是不想我治好老夫人吗 胡说些什么 够了 你真的能治好我妈 我是著名中医大师 徐淑达的清传弟子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离婚的事 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治好我妈 我同意跟你离婚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之前提的离婚的事 你能不能当做没听到 我想念你 你不在买 我们见到 昨天是 起来 没想到 我不见到